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以题为习近平在参加北京市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时 强调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为题的文章 文章介绍今天正好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 而习近平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参加选举 并表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等 而文章表示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根据文章介绍李克强在西城区文金街选区紫光阁投票站投票 栗战书在西城区中南海选区人民大会堂投票站投票 汪洋在西城区金融街二选区全国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 王沪宁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票 赵乐际在西城区大决选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投票站投票 韩正在文金街选区紫光阁投票站投票 王岐山则委托工作人员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票 而江泽民胡锦涛则分别委托工作人员 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票 同时新华社文章介绍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金委有关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都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文章介绍许家印债务问题继续发酵 而知情人士透露恒大在上个月通过出售两架私人飞机筹集五千多万美元 带来急需现金 帮助恒大美元债务避免违约 消息人士表示美国飞机投资者购买两架飞机都是弯流喷气式飞机 销售在十月才结束 而同月恒大在三十天宽限期到期前支付了此前预期的债务票据 消息人士表示恒大最近至少拥有四架飞机考虑出售 还有一架飞机尚无消息 而这一架房地产开发商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 曾在公司鼎盛时期大量购买豪华飞机 用他们运载自己运载恒大高管还有其他相关人士飞往世界各地 而同时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介绍其他中国的企业集团 比如海航也拥有豪华内饰的孵化自然飞机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介绍 恒大最近出售的两架弯流喷气式飞机是小型飞机 而根据广告公司目前正在为更大的空客宽体飞机寻找买家 几年前恒大花了超过二点二亿美元买下了飞机 而现在这一架飞机正在香港国际机场 它有一个自己定制的VVIP机舱内部 包括圆形餐桌 而周围的座位则可以转换成睡觉用的床 此外还有淋浴娱乐休息室和卧室 设计可以运送四十名乘客十二名机组成员 而往往商业航空公司通常使用空客A300喷气机来运送超过二百五十名乘客 截至六月底恒大的负债已是三千亿美元左右 其中包括二百亿美元的未偿还美元债券 下周还有几笔付款到期 文章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公司在十月底以不到四千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架飞机 这是五年前的G650ER超远程飞机 可以容纳十五名乘客 买家是一个由私人航空投资者支持的公司 在洛杉矶运营 也拥有两架类似的弯流喷气机 消息人士表示 恒大卸出的另外一架弯流飞机是旧飞机 售价可能是一千五百万美元 买家是在加州经营的另外一家公司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外交人士表示 民主党在本周美国大选中遭受挫折 可能会加剧拜登的外交政策压力 即使不会对白宫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民主党最引人注目的失败发生在弗吉尼亚州 共和党人杨金在州长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人麦考利夫 而在新泽西州州长选举中民主党只是将将获胜 文章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学者陆祥的话说 选举结果对于民主党是严重的挫折 而拜登可能在党内力量薄弱的时候制定出混乱的政策 中国外交人士表示 经济压力以及大流行可能影响了结果 在川普时期由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四十五万 而现在美国死亡人数虽然增加程度有所下降 但是总死亡人数已增加到七十五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表示 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低迷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百分之二 而前一季度是百分之六点七 种种情况对于民主党来说相当困难 可能也会对明年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 而同时南华早报文章介绍 除了国内问题之外 拜登政府在国内外也面临着更加强大的压力 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文章引述消息一时表示 现在有一点十分值得关注 就是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前 拜登是否会对中国选择更加强硬的立场 文章还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宏的话说 民主党现在拥有弱势多数 同时他预测白宫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疫苗以及药物有关消息 美国辉瑞药厂在今天表示 在研发的实验型新冠口服药能降低疫情住院和死亡风险方面 取得重大成就将近百分之九十 即美国药厂莫沙冬口服药被英国当局核准后 辉瑞也加入研发口服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辉瑞让七百七十五位未接种疫苗 并得到新冠轻症重症及其有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潜在健康问题 患者在出现症状三至五天内开始服药 疗程持续五天 而在五日发表的研究初步结果显示病人服用辉瑞公司口服药和另外一种抗病毒药物后 一个月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比服用安慰剂的组别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九 研究报告有关于药物副作用的消息很少 但是两个组别的副作用概率相差并不远 大概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辉瑞方面表示会尽快寻求FDA还有国际监管机构的批诊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CNBC的消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有美联储理事布莱纳德 本周在西域与拜登总统都进行了会面 目前尽管对于二人都进行了面试 拜登总统还没有决定谁将出任美联储主席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